來 哈哈 今天要做什麼 我怎麼知道 來 給你們一個提示 有沒有看到我的外表 有沒有 韓風 韓風 什麼 韓風 韓 韓風在哪裡 不知道 你表現不夠明顯 來 再一次 我那部也有點久 欸 給一點韓劇現在要最流行的角色是什麼 蛤 渣男 渣男 對啊 我不用演 不用演啊 看到我就是 外表就像歐巴一樣 對不對 但是我的內心 如此的火辣 你們是不是要不要讓我再到重點 啊 你到底要吃多久 我從開拍到現在 你就一直在給我吃東西 是為什麼 然後你吃就算了 你還吃一個挑一個特別脆的是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脆 剛剛是叫人嗎 是啊 所以 業配就是來了這麼突如其然 來 這個是我們最熟悉的陌生 為什麼會這樣說 為什麼 為什麼是最熟悉陌生 我講解一下 你們先不要激動 大家知道這餅乾它是由七七如家 全新的商品 對家 我在介紹這群資訊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給我停止 是不是很刷水 很難啊 是不是很刷水 真的啦 真的來來來 我吃給大家看 來我吃一個 特製醣 嗯 誰吃那麼大聲啊 我已經研究出怎麼吃很大聲的頭髮 對啊 這怎麼用 腿巴閉開 腿巴閉開 不能閉起來 都好大聲喔 喔喔喔喔喔喔 我習慣把腿巴閉起來 禮貌 禮貌 然後咧 你第一個知道其實它是它的脆口感 再來就是它的香氣 然後濃厚的玉米的香氣在裡面之外 它的溏心質的辣度是非常的溫嫩 然後它有一個番茄泥 然後辣椒蒜 重點是它裡面還加了台灣 純釀造的醬油 大家為什麼會覺得說 為什麼阿賢 喔要一直吃 它吃OK 可是為什麼 喔對 為什麼會一直有這個聲音呢 這是有原因的 你要夠脆 你咬下去的脆度 才會有那個卡滋卡滋的聲音 那它為什麼特別脆 因為它是用的特殊的 四層玉米餅 四層相似的弟弟 你知道為什麼會這麼脆嗎 它是用熱烘的方式 然後再來 它用了台灣的蓬萊米 然後一些獨門的蜜製調味 除了這個之外呢 它有其他的口味 它這邊有 焦香辣雞翅 法式奶油洋蔥 切辣雞翅 這個吃一吃會有靈感耶 有靈感耶 所以我決定要做一個 辣味噌火鍋 是不是很適合 辣味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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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味噌喔 辣味噌 所以我今天要先做一個湯底 非常簡單 這個湯底非常簡單 我們準備了豬五花 但是我們等一下豬五花會煎過 都燙 燙完之後呢 我等一下就把它丟進來煮湯 所以我們等一下先把雞腿燙過 好來 那豬五花是要用湯嗎 豬...沒有豬五花不用湯 豬五花不用湯 蛤 湯用煎的 什麼事沒在聽 沒有 你是不是一直在給我收東西 欸你們有沒有吃過那種 吃火鍋是沾那種乾...乾疊的 所以我想到了 我就用這個來做一個 沾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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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沾姆斯那個沾粉 那我剪掉 好來 注意看我把雞腿跟那個豬骨放進去了 我再放一點點的乾的 干貝 我們這個熬兩個小時 蛤 蛤 蛤太大聲了 肉我現在要來煎它了 我先讓它皮接觸一下乾鍋 讓它表面的油脂可以滴出來 先讓它表面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看到沒有 雞雞皮疙瘩 不是啦 不是 是豬皮疙瘩 你同一時間這個方式呢 可以去毛 有些人是用噴的嘛 對不對 你這個方式其實就可以去毛 你說它每一面都要煎脆 每一面把它煎脆 你這油溫下去之後呢 它的油香跟肉香也會產生 再來你外面會有脆度 所以你吃起來的時候就會跟脆家一樣 很多層次 豐富 煎好對不對 有沒有 我們這時候放在這個高湯裡面 直接兩塊喔 沒有 直接兩塊 傻耶 接下來這個油不要丟喔 來 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接下來要做的東西 來 這是裝蒜 誰是裝蔥呢 它 它差在哪 它差在哪 所以它是什麼 它是蒜 它裝蔥喔 對 就是蔥 喔 懂了沒 不是插在土裡嗎 不是插在土裡嗎 欸 這個有給過 我們把它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爆香它了 蒜白 蒜白 所以呢就是 介於 滷白之間 所以叫蒜白 沒有那麼白喔 沒有那麼白 但OK白 對 接下來我們就把辣味噌丟進來 炒香 有沒有 哇 那味噌 辣味噌的味道 整個飆出來 真的 真的 香氣配餅乾 哇 完美耶 太脆了 太脆了 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 韓式辣椒丟進來炒一下 喔 香氣出來對不對 你可以選擇加一點醬油 不要 不要 好 加醬油好處就跟 就跟我們今天的脆炸是一樣的 就跟我們今天的脆炸是一樣的 這樣怎麼不講 為什麼不講 我先講喔 醬香味會產生什麼 豐厚感 我們一般吃辣的時候 你會覺得就是辣 但是它的醬油啊 蒜頭啊 跟一點點的番茄糊啊 讓你的辣 多很多的厚度之外 還增加一點點的風味 那你為什麼要加 那我決定要加的 我說服我自己 也不能太多 如果太多變滷汁 這只是一個辣味噌的底料而已 所以你要加高湯進去 然後我們呢 就是火鍋了 就是火鍋了 我們這時候再加一點點的糖 加了糖之後 你會發現它的香氣會再轉變 然後它的醬油呢 也會再轉變 所以你每一層每一層這樣堆疊下去 你所有的食物就會有厚度 我以為要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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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是不是讓大家失望了 我不讓你失望了 沒有沒有沒有 來看一下齁 它的醬色變濃郁有沒有 然後聞的時候呢 你聞到很濃的 有一點點點面醬的感覺 味道出來你就可以再加湯了 這個湯呢 還沒好 我們只是做一個底料而已 但是呢 這個主要的湯底呢 其實是我還會再加滾 滾進去泡它 我們泡製大概30分鐘就好了 然後等高湯好的同時 我們要開始做我們的沾粉 我會先放鹽巴 八角跟桂皮還有芝麻下去炒 這個先炒香之後 炒到它有點點有點像鹽巴瘦了之後 它會變得有點點的黃 這有鹽巴嗎 這有鹽巴嗎 鹽巴 鹽巴炒一下會有點黃 因為你要用鹽巴還有這些東西 把這些的味道釋放出來 喔靠 可是這是 玫瑰鹽欸 玫瑰鹽 怎麼會變黃 怎麼會變黃 然後它開始香氣會產生 然後 芝麻的香氣產生 然後呢 這個香料的香氣也產生 中火 然後等一下我們要炒這些 辣椒跟花椒要小火 除了材料分開炒 它才不會說你這個炒 第一香氣不夠 但是這個東西焦了 放下去乾炒 雞心辣椒 朝天椒 燈籠椒 那我抓的比例是燈籠椒2 加2個1 然後再來就是花椒 花椒的話也是少許 打的順序也有差別 我們要先把這些炒過的東西 先打碎 之後再放入我們的 脆夾去混合它 然後再一起打 因為我們要它的細緻度要一樣 好啦這個粉打好了 我裡面要加一點的自然粉下去拌一下 餅乾丟進來來打 滿分 滿分 你沒有加的時候 其實它就是辣椒的香 跟花椒的麻 這加進去之後變得多一點點鮮甜味在裡面 昆布拿起來 哇你看這個湯頭多濃郁 那這昆布拿起來可以幹嘛 你可以切薄片 然後加一點香油涼拌 喔喔喔喔喔 這真的真的 是真的嗎 沒有 小花這個顧慮 跟一般的觀眾的顧慮也是一樣 有時候他們會覺得說 到底她的講真的假的 喔喔喔 你們要自己猜啊 節目這麼好做齁 都要跟你講 來 這個湯我們把它加滿 這時候我們把馬英薯加進來 馬英薯大家愛吧 電粉 我看你們都愛啊 然後Pieter拿去旁邊煮一下 Pieter沒聽到 我來 沒事啦 Pieter 我拿了啦 Pieter沒事啦 剛剛那些豬肉有沒有 我們也不要浪費 切厚片 等一下加進然後煮滷化 一口下去入口即化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處理豆腐啦 豆腐我要炙燒一下 讓它外面有一個炭香味在 加了蛋糕要叫什麼 喔 韭菜 菇菜 男人的自保 如果你們還是屬於戀愛 它就是大家的寶貝 我們現在 應該是吃寶貝吧 能不吃就不吃 怕衝動 衝動之後就會衝 這個粉真的很正啊 我沒騙你 重點在損對不對 對對對 真的很好吃 Manny 你知道它這個 油脂搭配這個粉 真的很棒 你知道你第一口 你以為是韓國辣 辣醬鍋 但你吃進去之後 多一個四川口味 好爽 蒜味很重要 那你就看我們剛剛那個粉 沒有加任何搭配 然後這個湯頭也沒有蒜 但是因為它 餅裡面本身有蒜味在裡面 所以它的整個味道變完全 超豐富 而且城市超多 大家看我這樣吃 我覺得現場的觀眾已經受不了了 活動是這樣子的 活動就是 我們會把呢 所有的活動內容放在 FB上面 然後我們的粉絲 FB粉絲專頁上面 怎麼樣能獲得獎品 喔獎品很重要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有些人有沒有抽一包 我們直接拒絕這個業配 什麼拍歌的方式 我們送一箱 哎唷 你懂我沒有 所以一人一箱送食物 所以呢 我跟你講真的很好吃 很棒 我再吃一塊 怎麼可以這樣子叫我講一下活動 欸真的很好吃耶 可是你要包 放個餅乾 感受一下 欸這樣吃其實可以喔 因為你可以多多增加一個口感在 笑掉 笑掉 先先吹一吹 那個豆腐給我讓你要你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怕 來了嗎 太小眼了 一定要眼耶 主機械 那是 小眼了 有 有 有 , 死 這 有 有 是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